大家好,我們又見面了,我是商園 下面我們一起走進摩洛哥 摩洛哥呢,我覺得這次呢 給大家介紹摩洛哥的時候 我先把這個地圖給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我們在摩洛哥旅行的這個線路圖 我們是從這個卡薩布蘭卡入境 然後沿著這個逆時針的方向 繞了摩洛哥一周 第一站是到了這個馬拉喀什 第二站是這個瓦爾渣渣特 然後進入梅爾族卡 梅爾族卡實際上就是已經在這個沙哈拉沙漠的裡面了 然後到了古城菲斯 接著去的是首富沙萬 看到這個就是靠遙進直波羅刀海峽的這個丹吉爾 最後經由那個拉巴特再回到卡薩布蘭卡 圖上大家看來這個顏色比較深一點的這個顏色的部分 就實際上都是已經是沙漠的一代 沙哈拉沙漠是基本上沿著我現在這個鼠標的方向 這個方向 縱向的這麼一個側縱向的一個方向的一個山脈 首先給大家聊聊伊斯爾班蘭的卡薩布蘭卡 為什麼叫伊斯爾班蘭呢 就是我在這個第一次進入這個卡薩布蘭卡以後 我覺得就是說你很難分清它是哪一個國家 為什麼這麼說呢 它這個城市裡面也有很多的歐風的建築 也有很多伊斯蘭的建築 另外呢就是從人種上來看的話 就是可能我一開始進入非洲的時候 我感覺到了非洲以後大概黑人比較多 其實在卡薩布蘭卡你看到就是黑人 尤其是那種純正人種黑人是非常少的 大多數是棕色人種還有白人 很多黃色人種 所以說你很難感覺說 這就是一個阿拉伯國家 或者說這就是一個歐洲國家 或者說這是一個非洲國家 所以我覺得它的異文化的色彩是相當濃厚的 卡薩布蘭卡大家可能就是知道這麼一個電影 這個中文的翻譯叫北非電影 英文的原文的這個名字就是卡薩布蘭卡 10年吧當時就是這個搞了一個全世界 就電影歷史上就是對人類影響最大的這個101部電影 卡薩布蘭卡這部電影是排在第一位的 卡薩布蘭卡有一個餐廳就叫李克餐廳 這個李克餐廳大家也知道 就是這個電影卡薩布蘭卡的主景的這個餐廳 但是呢去了這個餐廳以後說句實話呢 我覺得這個還是有一點點失望了 卡薩布蘭卡這個電影完全是在這個 好萊塢的這個電影棚裡面看出來的電影 就是根據當時這個電影的一些這個背景啊 氛圍啊就在線了這麼一個李克餐廳 給我的第一感覺就是這個餐廳 並不像電影裡面的這個場景比較寬闊 比較明亮 光線顯得比較昏暗 而且就是空間顯得比較小 餐廳裡面我們也缺了一家這個 這個作為李克餐廳最有意義的東西 就是一架中紅色的鋼琴 餐廳呢非常有人氣 建議大家去了以後一定要預約一下這個餐廳 另外這個卡薩布蘭卡裡面有一個特別這個 有代表性的建築物就是這個哈桑二世清真寺 這個清真寺最大的特點它是建在海上 從這張照片看它這個清真寺是建在海上 摩洛哥現在依然是王國它還是有國王的 這個摩洛哥國王呢就突發奇想說做夢 半夜作夢夢見說這個真主讓他在這個水上建一個清真寺 於是呢這個摩洛哥國王就號召全國人民捐錢 大概政府拿了兩億美金 然後這個又從世界各地的這個伊斯蘭的這個信徒 從捐錢捐了大概三個億到四個億美金 總共花了六個億美金建了這個清真寺 這個清真寺呢對於伊斯蘭教的人來講的話 其實是個特別神聖的地方 他到這個做這個禮拜的時候 室內是一共可以據說是可以約拿兩萬人同時做禮拜 而如果加上廣場上的話廣場的空間的話 據說可以一次能讓這個十萬人十萬個穆斯林同時做禮拜 海邊你看還有很多摩洛哥人在這裡垂吊 一開這個卡薩布蘭卡以後 第一站就到了這個馬拉喀什伊斯蘭羅朗的這個博物館 大家可能知道這個YSL大家可能都知道這個品牌 那肯定是法國品牌 但是怎麼會建在這個馬拉喀什呢 伊斯蘭羅朗的這個設計師 他名字叫伊斯蘭羅朗 他就是到這個馬拉喀什來旅遊 結果他一來以後他就特別喜歡這個地方 然後他就把自己的這個就是工作室就放在這 在這買了房子然後在這住了很長時間 後來他去世以後這個YSL就把這個地方變成了一個伊斯蘭羅朗的博物館 這個外形實際上是借助了這個摩洛哥當地的建築風格 然後又把這個伊斯蘭羅朗的所有的這個理站營設計風格 都融入了這個建築裡面 這個是他的這個內庭院 那內庭院其實是一個特別的這個氛圍啊 特別安逸特別豎金的一個地方 阿特拉斯這個下面的阿特拉斯這個名字 本來是就是古希臘神話裡面的這個大力神的意思 大力神是誰?大力神就是咱們大家比較熟悉的 為人間盜火的普羅密修士的這個哥哥 這個歐式建築入門的地方會有兩棵很大的巨大的柱子 這個巨大的柱子是有一個這個就是會把它雕成一個雕像 就是一個巨大的人拖著這個房梁的 那個拖著房梁的那個大漢呢就是阿特拉斯 然後傳說阿特拉斯死了以後 他的身軀就化成了這個阿特拉斯山脈 這個是在瓦爾扎扎特的一個叫哈渡村 只有這個哈渡村 這個哈渡村的這個堡壘呢 原來是這個基督教徒為了抵禦伊斯蘭教徒建的這麼一個堡壘 所以在這個城堡裡面你是看不到任何伊斯蘭色彩 這個墻是正好墻上是天然風化形成的這麼一個洞 所以說我稱之為是摩洛哥之也 在這個城堡裡面現在也是世界文化遺產 然後在這個裡面呢也有很多小商小販 那個阿拉伯勞倫斯的這個一個主題畫 進沙漠地的它的日照就是特別強的 哈渡城堡的上面你就看著 這個外面就是已經幾乎是一片戈壁沙漠 在這個附近呢有一個電影城 裡面拍的電影大家肯定都知道 比如說剛才我跟大家提的這個阿拉伯的勞倫斯 《權力遊戲》啊那個亞歷山大帝啊西藏青年 還有《星球大戰》還有《角鬥士》 《塔姆克魯斯》的《碟中碟》 《紅海行動》等電影 它的外景都是在這拍的 在這個電影城裡 你幾乎看不到任何服務設施 留給你的就是當時拍電影的時候的這個場景 在這個2017年的大年夜就是12月31號 我們祝的就是瓦爾紮紮特的這個晚上 戈壁沙漠的這個反光 造成了這個就是拍攝成的這個效果 這個圖大家不要認為是修圖修成這個顏色 當時我們肉眼看到就是這樣的顏色 戈壁上面的話周圍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說你會感覺到就是說 這個這個夕陽的顏色啊 包括反光出來的顏色是特別旋律的 從這個瓦爾紮特出來以後呢 我們就進了這個沙哈拉沙漠了 在這個戈壁灘上我們還看到了一些 就是戈壁灘裡面修工路的 一看就是滿臉滄傷的那個感覺 那個約瑟夫跟我們講說 進了沙哈拉以後風沙很大 說為什麼阿拉伯人老是用頭巾把臉包著 就是一旦風沙大的時候 這個你如果不用一個頭巾 把這個臉鼻子眼睛包住的話 那個沙子一直會穿進你的鼻子和眼睛裡面 頭巾的紮法呢其實很特別 我們自己都不會 這是約瑟夫幫我們去紮的這個頭巾 沙海泛舟嘛 這個要騎個駱駛做一個體驗 這是這個駱駛驿站 在這呢就是換乘駱駛進沙哈拉 上路舟之前呢那個約瑟夫還不錯啊 給我們弄了一盒紅茶 你就覺得看著遠遠看著沙哈拉的這個沙丘 喝著茶還覺得挺狹義的 其實沒想到在這個之後 我們就開始一段非常艱辛的旅程 當時我們就是騎著駱駛 就沿著這樣的沙丘就一直走 當時走了大概90分鐘的路程 這90分鐘對於我來講 其實人生是特別漫長的90分鐘 沙海泛舟這四個字說出來好像覺得挺浪漫的 但是其實騎駱駱駛的感覺其實是特別不好 大家不要覺得說騎駱駱跟騎馬的感覺是一樣的 其實完全不一樣 摩洛哥的駱駱基本上沒有多風 然後呢它的脊背是一個拱形 一個上曲形 它的脊背是上曲形 所以在這90分鐘裡面 基本上是在盆骨和這個駱駱駱骨的互相創機之下的路 但是晚上呢在摩洛哥人 這個弄的這個營地裡面搞窩火晚會 他們這些人在沙漠的人也都很能歌善 點著一盆窩火 還是覺得蠻嗨的 沙漠厲害在什麼地方 就是當這個篝火慢慢慢慢減弱的時候 就你會感覺到身上所有的熱量 突然間就被這個沙子全部吸走了 夜穿棉袄 五穿沙抱著火爐吃西瓜 這是我是第一次真正的體驗到 撩開這個帳篷的簾子一看 哎呀就覺得這個外面太漂亮了 你們大家看這個照片呢 這個就是東方它的地平線上 魚肚白已經出來了 但是這個星星和月亮還是特別明亮 然後帳篷裡面呢 又都點了一點點的這個微弱的燈光 就感覺特別有這個阿拉伯氣氛 除了撒哈沙漠 我們再次翻越這個阿拉伯山 那一過山脈以後 我們看到了這個第一個 這是水庫 離開撒哈拉以後呢 我們就到了這個第一個一個城市 叫菲斯 這張圖的表示呢 年代大概是距今七八百年 伊斯蘭帝國進攻這個 就是在拜占庭時代的羅馬 就是東羅馬帝國的時候的一個進軍圖 大家可以看到在那個時候 菲斯這個城市就已經存在了 這個城市基本上非常濃郁 非常濃郁的就是伊斯蘭的風流 這是它的市區城裡 這個城市的主要部分 就是一個這個城牆 小城牆圍起來的一個菲斯古城 街道也很狹窄 然後這個道路也很狹窄 這個門也很狹窄 所以它只能通旅車 這個菲斯這個古城裡的集市 非常熱鬧人來人往 這個集市裡面其實 這張照片我特別想看到 就是菲斯城內是沒有自來水的 大家看到這個照片的這個 左下角它是有一個水渠 水渠裡面的水質 我看非常清澈 而且這個城市裡面依舊是 就是大家都是靠它來供水的 菲斯這個古城裡面 另一大特色的皮貨集市 包括加工地 我們下一步就去了這個 叫舍夫沙萬這個地方 這個城市太遠 特有特色的 它幾乎所有物房建築的這個牆壁 都是塗成的這種藍色 整個城市你進去了以後 你感覺你是在一個藍色的城市裡面 後來我就問這個導遊說 為什麼他們會把它這個 城市都塗成藍色 就是傳統的說法 因為這個地方的蚊蟲比較多 塗了藍色以後就可以防蚊蟲 我認為它多多少多少 還是受了歐洲葡萄牙 西班牙的一些 包括這個希臘文化的影響 就是它的周邊的產地裡面 一定會有很多這樣的顏料 這個小一袋一袋的 就是賣在賣顏料 就塗房子也是這樣 現在就到了這個 就是最靠近這個 就是直布羅多海峽的城市 叫丹吉爾 這是丹吉爾的業績 這個是丹吉爾的這個輪渡碼頭 但是它的整個城市的風格 已經變成了非常伊斯蘭風格 這個燈塔就是整個非洲 最靠近歐洲大陸 也就是說咱們面前的這個海峽 就是直布羅多海峽 這張圖就是羅馬帝國 當時羅馬帝國的邊界線 而卡薩布蘭卡並不是摩洛哥的首都 摩洛哥的首都 是叫拉巴特 現在我們這個照片就是拉巴特 拉巴特裡面給我的感覺 它是一個相對摩洛哥其他城市 它的城市是比較新的 就是這個哈桑姆市的墓 你看卡薩布蘭卡的街 實際上這個是它的主要的商業街 已經非常西方化了 你完全分布出它是在非洲還是在歐洲 在摩洛哥能感覺到歐洲文化 基督教的文化也能感到伊斯蘭 當然更多的是感到這個伊斯蘭的這個文化 它有很多的這個 在我們來看本來伊斯蘭是伊斯蘭 基督文明是基督文明 它不調和的東西在摩洛哥 其實都得到一個非常好的調和 我覺得這也就是可能真正是 所謂的這個摩洛哥的一個文化和特色 給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